吃惯了外头的饭馆呢 就特别想来一口家常菜 老巷口的豆角焖面 我可是眼馋好久了 准备好主要食材和配料 五花肉不用买太多 这种小块呢会比较好切 切成片状就可以了 小时候呢最喜欢坐在奶奶旁边啊 帮忙掰豆角了 豆角倒入清水啊 稍微清洗一下 点火 我们倒入蒜末来爆香 五花肉主要是煸出油脂来 让面条变得咸香有味儿 豆角倒进去和五花肉一块炒炒 五花肉稍微金黄色时 倒入一小勺的生抽来增加这道菜的咸香 倒入一碗清水 大火煮开 汤汁煮熟了 我们就可以把汤汁倒出来备用 这样也是为了面更筋道 一会儿呢就可以倒入汤汁 焖面呢主要是利用水蒸气 将面条豆角焖熟 小火焖15分钟 等水蒸气不断冒出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当面和五花肉把汤汁全部吸收进去了 面看起来比较干 这道菜呢也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五花肉煸出的油脂呢 让面条咸香有味儿 每吃一口呢就仿佛可以从面里嚼出汤汁 转变 Whoops Your